《三十而已》刚播不久,毛小彤又一部古装剧《江波》,男主是《魏严记派》,先是李沁主演的《锦绣男歌》,再到朱一龙主演的《重启之吉海听雷》,然后到毛小彤主演的《三十而已》,每一部都是精彩万分,让人知乎过瘾,其中《三十而已》这部剧《热度》与口碑都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。 毛小彤在剧中饰演三美之一的钟晓晴,也是凭借着超高颜值和出色的演技,获得不少观众的喜爱,然而《三十而已》这部剧才刚上线不久,毛小彤又有一部古装剧《江波》,那就是《霍去病》,对于《霍去病》这部剧,相信观众们也是期待许久了,该剧是根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改编而来,由张健指导,张若云和毛小彤领先主演的大型古装历史剧,这部《霍去病》的女主角珍娥由毛小彤饰演, 她在剧中一开始身份卑微,是为子夫身边的擅长武术的婢女,后来成为女将军,被封为朱义公主,是霍去病的红颜知己。